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之前在华为做过VP 然后是他的这个OS的收益架构师 然后在OPPO也是他的软件的总价 总价格师 然后后来自己也做过两次创业 一次是做那个小米丑环 和这个华米公司美国总经理 然后后来在纳斯达克上市 后来又创业 就是一块做这个就是一个AI的加速项目 现在我是在MediaTech 做他的系统软件的总价格师 今天我这个topic呢 主要是关于这个 就是在这种AI时代 我们这个AI在这个OpenSystem的设计 会有哪些变化 会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因为刚才徐毅其实讲的挺好 就是说 不过他讲的总来说是从这个 ChairGP的应用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们怎么用这个东西 能让我们的生活可能带来一些改变 可是我的topic主要是关于 我们的手机 他对我们的这个 OptionSystem就是我们的里面 手机的系统啊 像iOS Android Windows 对这些东西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属于这种 core technology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opportunity 所以比较专业 所以我用中文来介绍 首先就是说 我们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们要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计算的这个发展历程 这个历史 先从这种用户体验 用户交互 User Interactions 从这个角度看呢 就是计算机他的发展 总的来说是经过了这么 四个阶段 最开始的话主要就是 像IBM Mainframe 或者Unique System 就是你要访问他的话 都是Computer Scientist 或者是 Computer Engineering Engineers 然后你要通过 你要学很长时间 学几年之后 你才知道怎么用计算机 然后你跟计算机的交互方式 基本上就是 Type一些commands 或者输入那个纸带啊 卡片啊 这些东西 然后到 那第一次发生这个革命呢 实际上就是 这个 Mouse和这个GY 就是图形化的界面 就是 例如像Windows啊 像这个 这实际上是Piloto 那个ZXPAR发明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就是 Apple也在 也用了这个 这套技术 用这个鼠标 用图形化的界面来访问这样的 你的这样的话 就是让 计算机从 必须是计算机科学家 或者工程师 到普通人也可以用起来了 但是啊 有一定难度 然后第二次革命呢 这种交互 就是在这种 iPhone 以为代表的这种 smartphone的诞生 这种诞生的之后呢 就是用户 就是大家就不需要 就是 还要用一个额外的设备 就是直接自己用自己的手指 就可以跟他交互 然后 而且你可以带着他随便走 也就是说 你这个计算机 他现在变成你随身的 他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那么再下一代呢 就是说 随着AI的到来 那么这个 AI 它会对我们 这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说 这个 我们 现在 就是说 从交互的角度出发 它更多的会变成一些自然交互 就是说 用你的 用你的姿态啊 用你的声音啊 对吧 用各种各样的 这种 就跟你跟 和一个人在交互的方式 一样来交互 那这是一个 它的基本的一个发展历 发展历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在它背后来支撑 这个变化的 主要是什么 那在这个变化 后面的实际上 就是说 核心就是 这个operating system 就是我们叫操作系统 因为这个operating system 实际上是 它是衔接上面的用户 和下面的硬件的 这么一套系统软件 然后这套软件呢 它的关键 主要是做 两件事 一个就是做计算 一个是处理数据 做计算就是说 执行很多用户的任务 数据的话 就是说 要把你这些数据 怎么读出来 怎么放到内册里面 或者放到你的卡里面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些东西 核心就是这两件事 可是这个 任务和数据 是从哪来的呢 那你计算机 就需要与外面沟通 这个沟通呢 我们就叫的 就是input和output 这个input和output 就是从人 从人那拿到 人的指令 和人的数据 人给它输入这样子 输出 输出就是把这个 告诉人 它的结果是什么 或者把这个结果呈现出来 是吧 这样 但是计算机呢 它除了跟人交互之外 它也 它实际上也可以跟别的计算机交互 跟别的计算机 那就是通过network 是吧 跟别的计算机脸上 当然实际上跟人的交互 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朋友的说法 实际上 它除了跟人交互 它也可以直接跟物理世界交互 比方说 就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摄像头 它可以 它的输入就是 摄像头看到的那些东西 然后它的输出呢 可能就是在后台 说能判断说 这里面有 有个人在这儿过呀 或者有一只狗啊 什么的 那这个实际上 也是这样的一套 就是所有的这样子 我们说计算机里面 都是本上 都是这套东西 那大家比较常见的 就是像 Windows啊 iPhone里面 这个iOS Android Phone 还有像Linus 这些东西 那这些 这些变化呢 就是它实际上 就是需要的功能 主要是哪些呢 那以前最开始的时候 在OpenSystem 它主要提供的功能 就是要支持这个 任务和数据 是吧 要管理这个任务和数据 那么 到了我们这个 图形化界面的时候 大家就 就说 它需要增加这种图形化的能力 然后包括大家有互联网的能力 可以上网了 这时候 然后又到这种智能手机的时代的时候 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3G 4G这种发展 又开始有这种media的能力 就媒体又可以去听歌呀 看视频呀 是吧 包括现在用TikTok这些短视频 然后那到再到后面的话 就说 它就要提供这种感知能力 和这种预测能力 这种AI的需要做的 做的事情 对吧 它能够感知人 人想要什么 然后预测人 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然后为人去服务 那么这样 它对这个计算机的这种 核心的这种能力的支持 主要的变化在哪呢 就是说 这种Uring System 它的主要的变化 就从 原来主要是为了 怎么把这个硬件的资源用好 变成了 怎么为人提供更好的价值和服务 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更多的是 因为你计算机越来越小 从道理上说 它能力应该是 非常有限的 而它却要让人的体验越来越好 那怎么办 那其实它主要的部分就是说 一方面就是 它要把它的Input和Output方面 做的越来越好 做的越来越强 就是说像Input 它就要增加很多很多的这种感知能力 对人的这种 意图的感知能力 通过这种姿态啊 人的位置啊 声音 各种各样的善言文 你在处于 是在一个会议厅里面 还在一个饭店里面等等 这些东西感知能力 然后输出呢 要为人提供这种 所谓的沉浸式的 层线 沉浸式的就是说 想给人提供这种 一切 就是它这个发展历程 也是通过图形化的呀 通过这种 音频视频啊 通过这种甚至AR VR 是吧 咱们说这个Metaverse 也是这样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为了支持这些变化呢 那它的这个计算和数据方面 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就数据计算方面呢 就是原来是CPU 上面计算的主要是一些标量数据 那现在呢 就是说 后来为了支持图形化 它就要有GPU Graphic GPU 然后支持进行向量Vector的计算 那现在呢 就是说要有TPU 就是这种Tensor 或者叫Neural NPU 就是神经网络的这种处理器 它能处理这种Tensor 或者Matrix 矩阵的这种计算 这个是这个整个这种Obring System 它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支持好 都要由它来整个管理好 为人提供这些价值 这样的话 就是说它整个我们来看这种OS 这种Stack的发展 它这个变化 就从最开始呢 这个Stack 它上 就是主要的任务就是 把这个任务管好 数据管好 就是像我们上早期的像DOS Unix都是这样的 那到后来这种 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说到 图形化界面的时候 那就 它要增加这种 上面要增加这种Graphic的Stack的支持 对吧 下面要增加这种Network Stack 就让人能够访问互联网 浏览 页面什么的 然后到这Smartphone的时候呢 就又里面又增加了 像这种媒体处理的这种 成为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然后 然后在下面呢 又要增加这种 各种感知能 感知人的步伐呀 手势啊 是吧 这些东西 那到下一代对AN能力到来 这个OS Stack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那就是说 在了解这个之前呢 就是说 我们首先看 就是说 实际上在 手机 智能手机这个时代的时候 因为刚才说了 手机的越来越小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它这个 它 这个就是说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 它想做的事情都放在手机里面 那要解决这件事情呢 怎么办呢 实际上就是两个办法 一个呢 就是说 有App Store 就是说 它需要什么 它从App Store去下载 对吧 下载这样的应用 这是一个解决办法 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是什么 就是说 有很多 有些任务非常大 它也没必要在手机上算 直接在云上算 它只需要访问这个 它只需要把请求发上去 能够得到结果就可以了 那这就叫Cloud Services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协同 那就可以 让人的这种体验 大度的提升 对吧 然后 那对OS设计的 就是一方面 它要提供这些能力 要提供这些能力 另外一方面呢 就对它的评价 也发生了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 在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个设计 OS设计的核心 就是提供这种 所谓的公平性 因为 有多个人去访问 这台系统啊 或者有多个App 在上面跑 那它要提供这种所谓的公平 就是要让每个App 好像都能在上面 得到它相应的这种运行的时间 那到 我们在GUI的时候 用这个Mouse 去访问我们的GUI的这种 这些这种Manual啊 这些嗨单这些的时候呢 对这个响应性 responsiveness 就要求很高 就是我点一下这个菜单 我希望它立刻就出来 对吧 我不希望老老板现在拉出来 那么 那么在这种smartphone的时候 大家又对smoothness 这种 这种流畅性要求非常高 这是以前没有的 就流畅性 你在 sgrove用手sgrove一个web page 或者什么东西 你要觉得它不能有任何抖动的感觉 就非常流畅 那AI的时候 对它 那它的要求是什么 在现在新的时代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就是我们 就刚才徐一其实也提到 就是说 AI的这个任务 它和之前任务的 有什么区别 它任务就是 有 本质上说 就是两个区别 一是AI的任务呢 它 它都是一些矩阵计算 或者叫tensor计算 张量计算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任务的任务 就每个AI的任务的规模 大家可以看到 它都是指数级的上升 这里面只画到GPT3 实际上到GPT3.5 就是刚才提到175个Billion 这个primeters 然后到GDP4.0 就是已经是1 trillion 是吧 整个是 都是一个 而硬件的能力 就是那条灰线 和那条黑线 就是它实际上 还是这个 所谓的摩尔丁律 它这两年 每两年增加两个比 其实是非常缓慢的 这个gap实际上是越来越大 是吧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呢 并不是非常困难 就是说 经过 我们的研究啊 就是我们思考 就是说 实际上在这种 AI时代的时候 我们 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stack里面 应该增加了这种 所谓的感知 感知能力 智 智慧感知能力 同时呢 要增加这种智慧的 预测能力 然后呢 就是说 对于刚才提到 那AI任务越来越大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 这个矛盾呢 那就是跟 其实跟app store 跟这个上一代也类似 就是说 你能有个AI的model store 那就是说 你需要的某一个 比如美颜啊 需要什么语音识别啊 什么 这些model 它不一定非得在 装在你的手机里面 它可以 也可以从这个model store里面下载 需要的时候下载下来 另外一方面 就是有些AI的任务 非常庞大 在你手机上 你也不可能在手机里面运行它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 它直接在云上运行就可以了 你去访问它 就像一个cloud services 那这时候 但是这时候 对这个系统OS设计 它这个评价呢 就是就又增加一条 就除了最开始说的公平性 后来要有响应性 要有流畅性 现在还要有准确性 因为AI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是一个概率计算 它不是一个精确的计算 它AI的本质 它就是一个概率计算问题 概率分部问题 那所以就是说 它要准确的知道人想干什么 你比方说你打开一个手机 然后你的朋友在旁边 你再看一个照片 它可能就知道 你是不是想分享你的照片和你的朋友 好像这种 那它怎么知道 还有现在其实大家已经经常用到的说 你拿手机下班 你要是放在你的车上 下班的时候 你把手机掏出来 它就会提示你说 你回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路上读不读 那这些预测就要非常准确 它要有这个准确度就要求非常高 那所以就是说 本来这个设备 你拿的这些设备 实际上都是按大家预测 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 都移到云上去做了 那它应该是越来越 thin 就是说越来越薄 但实际上它是越来越厚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 这些原因 这些工作呢 主要是在为了加强你的input和opt 和人交互部分 它核心计算部分 的确是越来越弱了 都放在云上了 但是它的这种交互部分 却越来越强了 要求越来越高 那最后就是说 我们来看这种opportunity在哪 opportunity呢 就是总的来说 就是这三件大事了 就是说 从原来的 我们应该是应用 以应用为中心的 这种OS design 现在变成这种 以AI为中心的 以AI为中心的 这种design呢 就是说 它总的来说 就是要 要检查以前 没有的三件事 一件事是 要理解用户的需求 更好的理解用户需求 要想更好 利用户的需求 其中一件事就要 有所谓的 always on的sensing 就是以前 你比如你相机摄像头 你只在拍照片的时候 再打开 或者麦克风 只有在你说话 通话的时候再打开 现在可能是一直开着 那一直开着的话 因为他要知道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但是这样的话 就非常耗电 所以这种低功耗的 这种always 总是开着的这种 这种传感器能技术 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 但是因为你总开着 它就不停的 在拿你的数据 这个对用户来说 实际上是对隐私和安全 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所以它的硬币的另一面 就是要这种端到端的 可信计算 trusted computing 就是这个trusted computing 从这个数据进入你的设备 到它处理 或者甚至到它传到云上 再回来 整个过程应该都是 完全安全 不能有任何泄漏 这是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机会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怎么执行这些任务 这些执行任务的话 你需要做各种各样的 加速的stack 加速站 怎么编译它 怎么压缩它 怎么优化它 那我 我签加这个startup 实际上就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呢 就是易后计算 因为 因为这个芯片上面 你手机上面 还有刚才说的 CPU GPU NPU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处理器 那把这个任务 怎么能在这种各种各样处理器上 把它真正运行的很好 是吧 然后 第三个领域呢 就是和人的交互 这种 非常支援的交互 这种主要是两块 一块是 就是Multimodel的 这种interaction 刚才这个 许一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 Multimodel是什么意思 就多 多 多态 就是说 原来你用访问AI的时候 你给它text 它也返回text 就是你问到一个 你问到一个文本 它给你一个文本 你给它一个图 它给你图做一个变形 做一个美颜 它都是 现在的就是Multimodel是 就是说 这种文本图形 音频视频 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 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照片 然后你问它 就直接用语音来问它说 这个照片里面 现在是 这个照片里面是谁 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你都可以这样问 那这种 类似的这种例子 它是声音 文字 图片 全都在里面 甚至是一个视频 然后另外呢 就是 in-content learning in-content learning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这种一个领域 就是说 它要能够根据人的使用习惯 自动知道人想干什么 就是说 它要学会理解这个人 就跟你的一个部首 或者一个仆人 是这样的一个 这是 我在这方面的一个总结 也是我现在最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来再进行沟通 对 今天我的讨论就到这 谢谢大家 我只能说太精彩了 这个你请留步 在上次 我记得跟小峰分享的时候呢 他是做小秘首班 对吧 那时候做START 也是做的 老总做的很成功 当时我们就很很佩服 现在这个三年都过去了 等一下转到AI行业 我看到也很成功 而且呢 他把最复杂的东西 用最简单的语言 让我们这些扣忙都理解了 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 前面的这个许义呢 讲的是应用 但是我是基本上没听懂 我想 我们之所以选择AI和XGDP 因为是他对我们 刚才我讲的impact这个词 影响太大 不管是我这个行业 还是我所知的这个行业 我们天天都面临着这个挑战 我本来想再雇一个助手 做的某方面的 但是我一看这东西一出来 我就赶快去用 不用文字编辑了 他可以给我做 那边呢 我准备请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attorney的assistant 我发现这个东西也能代替它 所以 在我们 我们在北京开了 call center call center做data input 做data input 我们的北京老总也在这边 他们现在一听着我讲这个 就开始 既紧张 又激动 紧张的是 哎呦我们这么多人 下面怎么办啊 对吧 激动的话就说 我们领先一步 是不是我们可以去训练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想 大家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问题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请给我们这真正的硅谷的专家 好谢谢